社会我嗨哥良心片子多 抄着一口标准川普的电影解说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最近在美国上映的科幻大片 雷神3 诸神黄昏 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好了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看电影吧 没错 我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奥丁之子雷神托尔 加注黄土高波阿斯加德 我被宇宙无敌破坏王苏尔特尔控制了 他告诉我 他将用永恒之火浇灌他的皇冠 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 但是我并没有害怕 我还要揍他 我抡起了我的武器 打飞了一帮废物 最后敲碎了破坏王的脑袋 捡起了他的皇冠 潇洒的离开了 现在我需要召唤我的守门员 开启传送门带我回家 但是这家伙却只顾着尿妹 没有察觉我的召唤 好在大妹子眼光不错 发现了我 于是我顺利的回到了阿斯加德 回来之后 我发现我的老弟 画作父亲的样子 冒充国王 于是我用绝对的力量 威胁他露出了原形 他告诉了我父亲的下落 于是我们来到了地球 在地球 我们遇到了一个神秘的牧师 他将我们传送到了另一个空间 在这里我看见了父亲 他苍老了许多 不再英姿煞爽 我告诉他 我搞定了破坏王 并取下了他的皇冠 我们的黎明就快来了 但是呢 父亲却并不高兴 他给我们讲述了 从未提及的历史 原来啊 我还有个姐姐 是他和父亲 共同打下了江山 但他强大的野心 让父亲不得不将他镇压了起来 于是他怀恨在心 发誓要首任父亲拿回江山 父亲说他已经得到了神秘的力量 正在向我们靠近 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然后啊父亲就永远的消失了 紧接着他来了 黑暗之神海拉 我的姐姐 他竟然让我跪下 嘿 我的暴脾气 哪受得了这般羞辱 不要忘了我是有雷神之锤的男人 于是一锤子就砸了过去 可这个女人却一把给揭了下来 不费摧灰之力 就把我的锤子给裂爆了 哦 no 这不可能 这时我这贪生怕死的弟弟开启了传送门想要逃离 可是海拉太过强大 把我们哥俩都踢了出来 自己传送了回去 我被丢到了一个怪怪的星球 遇到了一群怪怪的人 他们的高科技武器啊瞬间将我制伏 还好 我被一个大美妞看上了 他救了我 哦不对 应该是俘虏了我 然后带我见了这里的领袖 这是个给你给气的男人 我并不喜欢他 他们这里搞了一个勇士大战的比赛 谁打败了勇士就可以获得自由离开这里 我可是雷神托尔 当然不需任何人 大战一触即发 令我意外的是 我的对手这个勇士啊 竟然是我的老熟人班纳 可是呢 他怎么变成了绿色呢 我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 但他好像并不打算相认 还要干我 那气势汹汹的向我扑了过来 我随手一巴掌就将他打飞了出去 这一波天秀的操作啊 让全场都一脸懵逼了 后来啊 我又发现了大美妞竟然也是个老熟人啊 我看到了他手臂上的标记 这是我们阿斯加德女武神的特殊标志 但他好像并不想轮我的意思 于是呢 我怂恿了绿巨人班纳 他用暴力的方式 帮我争取了和大美妞对话的机会 于是我告诉了他 我要重返阿斯加德 打倒黑暗之神海拉 解救那里的无辜百姓 我需要帮手和我一起来完成 大美妞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愿意帮助他 却在暗地里帮忙 组建了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 画面一转 我的姐姐黑暗之神海拉已经开始野蛮的屠杀了我的士兵 并找到了手无寸铁无辜子民的藏身之地 还好 我的得力助手已经和我取得了联系 提前转移了阵地 于是我单枪匹马坐在了王位之上 把海拉引了回来 我需要给我的助手 以及我的队伍争取足够的会合时间 助手带着子民来到了彩虹桥 被海拉的坐骑一头巨大无比的大黑狗拦住了去路 这时呢 绿巨人班纳冲了上去 和大黑狗打得不可开交 此时我这爱装逼的弟弟 开着超级大的飞船 正在转移子民 最终呢 我和女武神联手对付海拉 我依然觉得没有胜算 于是呢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最终我解除了宇宙无敌破坏王的封印 这家伙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海拉 我和我的子民们站在飞船之上 看着破坏王一点点的摧毁着阿斯加德 电影就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跟着嗨哥上高速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